我覺得民眾黨現在一直在找敵人 比方他們在禮拜六的時候 就開了一場記者會 丟出了一個影片說什麼 搜索票僅限於是 黨主席柯文哲本人辦公室 搜索票不會這樣寫嗎 我們都說是寫地址 我們局限在這裡 我都跟你講沒有黨主席辦公室 你為什麼還東看西看 去看我們的座位表 去外面搜東搜西的 一 他要跟檢方在做政治性的喊話 以及對抗 那時期我要請教 來 身為一個資深媒體人 你來幫我們點評一下 吳怡軒這個發言人做得怎麼樣 吳怡軒在昨天 九一記者節的時候 開了一場今天記者會 不是今天是怕死人的記者會 他就罵說東搜的記者 你現在是怎麼樣 你為什麼要影響 我們記者會整個流程呢 請問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回答你呢 然後這記者說 外界好奇有大筆的現金 他其實是希望說 你們金流的部分 你如果知道什麼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做說明啊 他說好啊 你們這個黃國昌結實想說 東搜要這樣搞沒關係 我們就現場直播嘛 他的意思是要叫小審 小草去公審 這個記者嗎 然後吳怡軒說 現在是怎樣 然後黃國昌想說 先停一下 你說外界之一大筆先 第一個 外界是誰 就媒體有報導嘛 對不對 他們沒有要回答問題 他們其實一直在找敵人耶 吳怡軒突然間 爬起來 也不知道他是為什麼突然間要爬起來 因為那個記者會 好好好 很多人都問完了 然後他本來要打算結束 可是其實 這個案子還有一些想問的這些題目 所以有人就問 那你是在凶什麼 你是在氣什麼 你明明就是以前當過記者的人 你一定知道 重大社會矚目案件 大家都想挖更多的訊息 那所以他就突然間這樣壓起來說 你現在是要干擾我們記者會進行嗎 然後呢 黃國昌不是 以後記者我們就不要給你hold mic了 hold mic你們是要亂來 對 以後就沒有這個麥克風了 然後還當黃國昌 這個接棒的時候 吳怡軒還說 現在是怎樣 哇你想打架嗎 現在是怎樣 沒有要怎樣 就只是發問 所以網路上面到處傳這個影片 就說前記者在記者結罵記者 像一個繞口 你知道嗎 昨日記者譬如昨日死 今日記者譬如記日生 你說荒不荒謬 後來到晚上 他好像到了這個 北檢前面 北院門口 去那邊施壓的時候 然後說不好意思啦 等等 不是你在直播前面 你在所有的鏡頭拍攝前面 大街這樣子罵人 罵人家一副要幹架的樣子 然後你在這種小群眾的時候 不好意思 小這樣子道歉 有這種事嗎 而且你看黃國昌那個態度 等一下等一下兩點 第一個多是哪個沒 是什麼是多少錢多少 你說的大筆金錢是多少 不然我沒辦法回答你 也就是說我覺得他們故意要用這種方式 然後來讓自己的小草 讓自己的知者說 齁你看他們 他們就是故意在欺負我嘛 阿伯 他這樣子操作才會更有他的政治能量 因為你看喔黃國昌他們這一波的操作 其實沒有在跟你講法律 他儘管是一個法學的拒搏 他儘管 笑什麼啦 你難道不贊同嗎 不贊同 他儘管是一個行走的六法全書 可是他從頭到尾都在做政治上的操作 跟北檢吵架 跟記者吵架 罵中小平說欠罵跟欠告 說是他發狗 不是 你在外面要聲援你的朋友 然後你罵檢察官罵法院 坦白講你是要害他被壓起來 你是要害他壓起來 所以他是在做政治操作 他這樣子才會 這個讓底下的小草的支持力道 哇這樣子湧向他 那個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他沒有要救阿伯 他如果要救阿伯 他就會從法律的觀點 專業的來告訴阿伯 因為畢竟阿伯都不專業 阿伯在市政也不專業 在法律更不專業 統統都不知道 這個時候黃國昌不當他的老師 是為什麼 因為黃國昌沒有要救你 我補充一下啦 這個剛剛這個十七七姐姐講的東西已經生效了 為什麼嘛 這個現在是在網路上 然後開始已經有人在 在肉搜 然後上面標題怎麼寫呢 記者節快樂 但不守規矩的記者 備唱剛好 然後把這個馬賽克 還是我剛剛幫這個記者 馬賽克的喔 他們是直接把記者的臉 他的臉放大 公布出來 然後這一篇貼文 現在已經兩萬七個贊了 你只是說這個是某一個應該是 應該是小草啦 我不確定 但是以上面 你說兩萬個贊喔 去肉搜記者 對 對 他是去肉搜記者 然後直接說 你不規矩被嗆剛好而已 那就像剛剛協講的啊 他就是帶這個風向 然後讓所有的人都覺得 你在針對我 我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們今天記者會結束了 謝謝各位與會 可是問題就還沒問完 我不能夠補嗎 每次都嘛 有人會在追問 你不答 人家也不會答你 你不要講就好 姐姐 散就好了 就算我們是常態 對 那個是常態 我們立法一開始而已 我們那邊結束 沒有沒有 如果重要議題 記者都會追問 你也可以不答 大家就是這樣子而已 以後記者要問你的時候 你就說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怎樣 你想怎樣 吳醫生其實就是 當時追問柯文哲 而不能說紅起來 但因為當時柯文哲很紅嘛 那大家還記得 很多記者很喜歡去他家 然後包含追公車等等 那個其實就是記者在追問的 一個表現嘛 那當時候他也是這樣子在做的啊 可是居然喔 自己才退下記者沒有多久 然後就這樣子反嗆 所以其實昨天你知道我的IG啊 然後我的這個臉書啊 很多很多我們同業 都在罵這件事情 他們認為其實今天 你可以有一百種回應 我可以大可說 不好意思那個是不實報導 我不知道 或我不回應 其實那個東森記者 也沒有問的特別嗆喔 他的語氣是滿平的 就是外界說那個金流 你可不可以說你講 就這樣而已 他其實可以有一百種回應 但今天他不用其他種回應 他就是直接嗆嘛 那直接嗆就是想讓大家覺得說 你看這些人都在針對我 我才會這麼生氣 那回過頭講黃國昌 其實黃國昌 我覺得他倒是始終如一啦 因為他其實從以前一直以來 都是用這種方式 反問 你可以說他是反質詢的方式 來迴避問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昨天 剛好而已啦 他其實就是用這種方式 所以以前我在 問黃國昌的問題的時候 我都會把這個來源交代清楚 因為我知道他會用這種方法 那委員我補充請教一個 因為現在民眾黨 雖然說柯文哲出來了 可是他們之前就在 發起一個線上的聯署活動 那這個聯署呢 他就說 台灣911 就是把這件事情 對 然後其實這個葉教授 因為他在美國 他說天啊 911這個詞 你們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為什麼把柯文哲 貪污跟911畫上等號 你到底是要一笑國際 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妹妹 柯美來他講說 民主已死 柯文哲只是第一個 犧牲的烈士 以後還有千千萬萬的柯文哲 為了民主為了反貪腐 哈囉 你是因為涉貪被調查耶 你現在說你是犧牲的烈士 不是第一個 被告喊冤 證明清白你的權利 檢察官要辦案 想辦法把它辦出來 檢察官的責任 但是要向國際發聲明 拜託英文寫好來 你這樣子會鬧笑話 真的會被笑 我跟你講老外看到這一篇 你真的不知道在聯署什麼東西 這到底要幹嘛 然後你知道他好像說 聯署一萬多個嘛 是不是就拜登放人 你有沒有去看一下 那個聯署裡面 我有看到習近平 我還有看到孫悟空 我就是那個聯署裡面 什麼 黑悟空都來了嗎 那個表單你仔細去看 假的 我坦白講 大家不要鬧好不好 現在聯署有奇奇怪怪的名字 這會讓人家笑 再來這是一個貪賭案件 你如果像國際人權組織 說這個有迫害的話 你寫一個正式一點的 好一點的 我相信在民眾黨裡面 應該有這樣的人才 不是寫成這樣 寫這樣真的 沒有人知道他在幹嘛 至於柯美蘭說他哥哥是民主烈士 拜託一下好不好 民主這件案子跟法治 跟貪污有關 跟民主體制無關 這件案子跟嫌犯有關 跟烈士無關 柯文哲什麼時候成了民主烈士 他這個案子 金華城得到了一百七十億 額外的超額的容積率 辦這個案子 有罪人就辦 沒罪人就清白 跟民主已死 或者民主烈士有什麼關係 好啦 那民主烈士 更去情了嘛 那昨天又放出來 不就烈士復活變耶穌 變民主耶穌 耶穌又活了 拯救萬民 他是聖女貞德了 然後這個要剃光頭了 他就跑出來 剃一半好了 沒有 因為他覺得 他還在看後續觀望 所以他剃一半 他現在是這裡撈起 要剃一半 其實他的那個鳥窩還在 我在你節目講 他如果要剃光頭 到立法院的理法部 錢我花 兩百塊